这一集谈论虑加密币出金的方法 常常为人咎病的虑虑就是入金容易出金 因为出金很多时候香港来说传统银行用不了 因为香港对虑虑是不友善的 随时封了你的帐户 用Virtual Banking做P2P交易当然可以 大约大银码或者频率很高的时候 也会有风险给人封帐户 市面上有不少的加密币门市 是被人做到上门就拿现金走的 上门就转币给他拿现金走 但很多时候有些人都听到 坊间有些人拿着现金被打劫 这都是其中一个风险 当然而且那些金服务本市 都会收一些手续费禁运金来 那有没有方法可以很容易出金 好像我们平时用信用卡 或者是扣账卡、debit卡 来换卡这样花钱的呢? 答案是有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看一看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的名字叫Virus 这个平台其实是一间英国基地的公司 但是他们亚洲是有分公司 有office的 在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大家都知道 是对于crypto friendly 即crypto是合法的 我之前也申请过这张卡 这张卡就跟Visa合作 出了一张扣账卡 debit卡 不是credit卡 是debit 即是你要有资产 在里面才能用的 即是有钱 存在里面才能用的一张Visa卡 和其他Visa卡没有分别 就是你online、offline都可以用的 哪里收Visa便可以用的 他除了可以给你这样来到去录卡 用之外 你还可以去一些提款机ATM 提款的 每一天可以最多给你提款 240元新加坡市 即是大概1400元港币左右 前提是当然你要是 入crypto加密币 下去这个户口 即是这个account 到时要开这个account 电话是有apps的 Android的apps 我看到现在下载量超过100万个 也挺多人用的 其实香港也有不少人用 用来出金 可以提款 可以当平时Visa卡用 另外还有什么功能呢 最初玩加密币的时候 我用这个平台入金 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个平台是可以连接你的一些credit卡 连接你平时用的credit卡 可以当你入金入港币才算 你进了港币 比如我这里 这个我最初玩的时候 比如这里 这个transaction 当时在5月10多日的时候 其实我开了我的信用卡 就是现在平时大家用的信用卡 用这个account 就开了3000元港币 由于你开了港币 所以在香港它又不会当你是外币消费 又不会有额外的credit卡手续费 你还可以赚上credit卡的消费 有时有些金会赠 其他东西 同一时间 如果你入了钱之后 你这张卡的户口有3000元港币 那你可以将这3000元 就可以平时当visa卡 平时visa卡拌完之后 会给你 cash dollar 或者一些reward 那用这张crypto debit卡拌 它会给你什么呢 它就会给你这个gambaby 它是尾锅Virius平台平台平台币 wrxwrt avez höher的额ON 每次价钱都有5% 或oppillah 最多2%的回赠给你 你可以再只有一些平台币 这个平台币 平台牌会升或下跌 那当然 就是说你收到的reward是有机会有升有机会有跌 但那些都是0.5%-1% 这个给你看看我其实真的有全款进去 把虚拟金的币转了港币在这里 然后有去设计卡 设计360、SO入柚、设计拉面等等 真是用到的 惠康那些数十元都用到的 即是出赌金 我其实想尝试究竟是不是用到 同一时间就赚到平台币 所以你现在看到我这张卡是有三十多元 其实就是那些平台币赚到回来的 如果我想将这些平台币转成港币 看看能不能先 在这里按港币 那我add fund 即是入港币入钱 入钱有什么方法 我从我这些平台币 wxt 又或者 link new card 即是link with credit card 我取消了 因为有些手续费 好 看看先 如果我将这些平台币转成港币 看看 how much would you like to add 最多转成港币 我最多转成港币 可以吗 New card exchange less than 最少要三千多粒这些币 即是我想是 几百元 那才可以让我转成港币 如果足够的话 我这样转一转 其实我就会有钱可以花的 不过前提就是 如在这个平台 将所有的加密币转成法定货币 即是美金好港元好 其实它会中间是有2%的手续费 同一时间你将那只币转成法定货币 其实它也有一个传承 传承的意思是 譬如你那只币 它是在兑1元的 那它中间会再 可能的距离没那么好 可以兑0.99多 或者0.98 就是收你2%至3%左右 所以你计算货币 再计算这个传承 可能收你4% 那出金就是这个成本 但是我都验证过 它是出金的 所以有些人如果想将那些加密币 他真的想出金 就将那些加密币转进来 譬如你 OK 我们试一下 譬如这一个 ETH 如果你本身有ETH 放在其他交易平台 或者是你的加密币钱包 你想转进来 那你就可以继续这里 Account Details 这一串 number 或者这个QR Code 其实就是你这个收款地址 你只要将这些 adress copy 在加密币钱包 或者加密币交易所 你的account 就转一些钱 那你就可以转到钱 我想很快 不过当然 每一只币都用不同的网络 不同的blockchain 你要选回对的 native的blockchain 譬如ETH 现在是用Ethereum的blockchain 手续费是高的 现在的guest free 高度可能是 有时是去到十几二十美元 或者有时很低的 去到几美元 都有的 这个都是一个成本 视乎你用什么 chain 有些chain是很便宜的 转了过来之后 再将 xlcm 转了做港币 或者转了做美金 转了做其他法定货币 你就可以用了 这个就是有 这个平台做到 这些功能 如果你直接入法定货币 美金好 港币好 就不用手续费 但是如果你把加密币 在其他平台转进来 那 转进来 就要付个network fee 到处都要的 但是你再将这个加密币 转了做法定货币 就会收你3-4% 那个手续费左右 这样 这个都是你的成本 但是随之之我觉得这个平台 好用的话 其实你可以当它一张旅行卡 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看到这里 其实它有美金 有港币 其实你还可以再加多些 例如去币 OK 去币 我可以add account add account 我可以add europe 例如我加europe 或者加british pound 我出回去 这个是home 那我就会看到 应该就加了一些 先 refresh一下 看看 那是一张好用的旅行卡 因为你可以将港币 转了做英镑也可以 转了做欧罗也可以 甚至乎或者转了做日本旅行 转了做yen也可以 它这个汇率就对得好 出现了 刚才加了europe 加了beautish pound 即是japan yen 我之前加了 它汇率很好的 甚至好比 visa 或者master 你在香港 譬如把港币 转定了去 Yen 到时去到日本 你就可以 用这张卡 录当地 Yen 那就不用亏 中间的对面率 因为它的对面率更好 visa 和master 这样 我觉得可以当是一个旅行卡 这样用 但如果你用来出金的话 当然你可以 atm提款 刚才说过 又或者可以 转了港币 然后你平时 按卡 它有NFT 也有的 NFC 即是非接触式 这样拍一拍卡 都可以做到 好像平时正常的visa masker 那些卡 这样用 但就有个手足费 4.5% 但anyway 这张卡 不收任何的 年费 所以你可以 尝试玩一下 我会 放在连续 在视频箱里 如何申请这张卡 其实很简单 应该就是 在这个网站 我放在连续 他会把卡在新加坡 他的office寄来香港 我想大概5个工作程度 你会收到 收到之后 你就 Activate account 转apps 就用得了 这样 是其中一个 多人用 用你出金的 加密费出金的方法 那今集 就先说到这么多 如果有什么问题 的话 在comment留言 看看有什么可以解答 这样 好 Thank you